很多新人都准备年底搞的婚礼 例如big day 场地布置 中式径茶用品 琴花、婚纱、晚妆、姐妹裙等 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用一会儿就不会再用 有没有考虑以租代买 举办一个环保一点的婚礼呢? Mr. Mrs. Green 其实是一间环保婚礼的租用店 因为我自己结婚的时候 都遇到一个难例就是 很难在一个地方处理所有的物资 而不是用买的饮食而是租用的饮食 所以我们就开了这间店 以租代买一些婚礼的物资 其实店里面最主要有 一些中式警察的用具 还有一些西式布置的物资 还有一些二手的婚纱、姐妹裙 或者晚妆之类的 我们店里面的物资 其实都比较好的 因为其实虽然它是二手 但是因为很多时候的物资 大约的时候只用了一会儿 所以很多新人用完 捐给我们的时候 都会给个新井 其实很多新人在结婚之前 可能会很冲动 在淘宝上面买了很多物资 但是这个冲动消费 所以我们就会拖回来 又会发现实物 不是他们想象中的 就会变成一个过度的消费 也会造成一个浪费 所以它都有捐赠给我们 亦都是比较新的物资 我们都会鼓励新人 如果结婚之前买物资的时候 或者是租用物资的时候 看过实物 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 就可以勉强了一些 结婚会制造出来的浪费 感谢观看